2010年 一个叫辛西亚的细胞诞生了 科学家拷贝出 丝状梅浆菌的基因组 在将它植入山羊梅浆菌的细胞中 结果细胞不只被激活 还成功繁殖了下一代 这就是史上第一个 人工合成细胞辛西亚 DNA从头到尾 超过百万个剪輯队 完完全全用电脑打造 科学家还在辛西亚的基因里 偷藏密码 写上了三句名言 加上一串网址 还有46位研究贡献者的名字 虽然有人质疑 由于辛西亚是植物活体细胞 还不能称作人工合成生物 不过这项技术 已经划下了里程碑 过去当我们想要重组基因时 大多只能移植基因 东平平西间间 看能蹦出什么新滋味 随着人造基因生产效率提高 成本奏降 现在敲敲键盘就能吐出一大堆的DNA 不仅可以复制其他生物的基因组 更可以创造自然界不存在的新型基因 这就是未来不可限量 前途一片光明的合成生物学 合成生物学以工程学的角度 将基因视为一块一块不同功能的积木 科学家不用重新设计基因序列 只要将需要的功能拼接起来 就能将细胞变成生物工厂执行人物 GoGoGo 改造后的细胞能够生产 香精、药品或食品 像是利用合成酵母菌 自产牛奶与乳酪 牛牛free to go 就连科学家也正在研发 能够生产氧气、砖头的合成细菌 为移居其他星球做准备 不仅如此 当基因编写变得小够大 细胞还能变随身叠 将庞大的资料储存在基因里 DNA里的核甘酸 以A、T、C、G的方式排列组合 我们可以将数位资料 1010110的二进码重新加密 编写成基因 一个细胞就能拥有数十亿个核甘酸 若要储存地球上所有的资料 只需要总中一公斤的DNA就能办到 虽然现在读写的速度还不如电子元件 但在低温的环境下 DNA可以保存数万年之久 比你家动不动就当机的D草可靠多了 作为资料备源的新选择 科学家已经成功在细胞内 存入了多部经典小说和电影 以后我们去图书馆 可能不是借书 而是借细胞咯 未来粮食短缺 全球暖化 能源危机 都能透过合成生物学来改善 不过 在拥有这个强大工具的同时 我们也要想想 如果哪天合成生物跑进了大自然 会发生什么事呢 合成一定有风险 基因合成有好有坏 操作前请强热公开说明书 科科科科科 未来世界是我的 科科科科